我们继续讲解Android Studio Editor下面的一些设置 我们看这个Inspection Android Studio有一个代码检查的功能 它能够通过代码扫描 能够检查你代码中一些潜在的问题 那这个开关呢 可以在这里可以进行设置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Android Lint Android Lint大家都很熟悉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选项叫 检查这个JavaScript Interface 是不是有调用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安全隐患的 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勾上之后 它就会如果你使用了它 它就会做一个报警 当然你这里也可以选它的一个严重级别 如果是Info就是说 就这种提醒 如果是Error那就报错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过去 好这个是检查的一个范围 是在Project Fails或者是Problems里面 检查范围 这个代码检查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扫描 这个Analize 这里有一个Inspect Code Engine Inspect Code 它让你选择 这是整个工程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 它可以就是说 帮助你提前发现错误 好这个文件模板 文件模板我给大家重点讲 Include Include呢 这个就是一个文件头 就是说我们创建文件的时候 默认的它的一个头部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修改一些模板 比如说我是统一的某个公司的 我这里就可以写 文 好加上这个 然后每次创建文件的时候 它都会把这个模板放在你的文件头部 当然除了这些文本之外 你还可以使用以下这些变量 比如说时间 年 月 等等 分钟 小时 项目 名声 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变量 像这样子写到这个文本里面去 我们看一下 我加了这行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新建一个文件 好 取名叫test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头部就跟我们刚刚设置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里的变量呢 它也替换成了 它里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值 一般对公司来说 统一这个文件头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呢 是文件编码 通常我们都用UTF吧 这个也是一些模板 比如说我们展开一个看一下 这个getEye 那就是说它插入一个单列的模式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在这里 我这里输入一个getEye 按Table键 这里注意到没有 它就自动的把我们插入了这个函数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是说我还有一幅N 对吧 好 它自动的会把帮你完成这些代码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这是打开文件的类型 一般就不用启动它 就是用AIDR用什么来打开 好 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 我们知道插件是对这个 宿主程序的一个扩展 安卓State有很多有用的插件 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能用代码或者脚本跑的内容 能帮助我们能够更好更快的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应用市场 那插件呢也是一个市场 它可以在线去搜索去下载 那通常情况下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安装插件 如果是说你插件自先下载到本地了 那么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从这个本地去找这个插件 那如果是说你现在是联网的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浏览这个库去找插件 由于我这里网速比较慢 大家可以自己去实验一下就知道 这里比如可以搜索另一个 然后它这里就会列出一个搜索结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插件 叫Json Format 这是我后面下载的 它有什么用呢 它能够帮助你 能够很快的把一个Json文本 转化成一个对象 这样你可以用Json 或者用其他的解析Json的插件 来进行处理 好它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现在这里有个类 对吧 然后呢我还有一段Json的代码 好这就是我这一段阶层的代码 大家看是比较复杂 比较大 然后呢这里的肩套也蛮多 里面有宿主 有对象 那如果是说我现在要手动去写这些东西 是不是特别费事啊 好现在有这个插件你就不需要了 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到这个地方来 点击右键 Generate Generate之后 然后这里有个Json Format 选它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Json粘贴进来 然后点OK 好 这里它就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了这个 对应的一个类的对象啊 监套的都在这里面 是非常的方便啊 这就是Json 其实还有很多插件 比如说是 Selector Generator 它能够帮助你自动的把这图片给你生成对应的Selector 还有比如说呢Possible 你有一个类 你想通过Intent来传递这个类 那么你需要把这个类进行序列化 对吧 那么它需要实现Possible的接口 那么做Possible 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如果你有Possible这个插件之后 自动让这个类实现这个Possible 就你再不用手动去写这些代码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插件 那这里稍微要讲到的一点呢 是 这有个Tools 这Tools呢 它就是说能够 它是对当前的一些功能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Diff工具 那如果是说你不习惯这个Android里面的 Android Studio自带的这个就是代码比较的工具 那我比如说我习惯用BianCompare 那么我这里就可以进行一个配置啊 配置 然后这里是填你的可制性文件 这里是相对的参数 通过这样子来调用外部的工具来进行比较啊 都是其实相当方便 好我们关于Android Studio的设置就讲到这里 在下节课中我将给大家介绍这个编辑器 显为人知的但又非常有用的一些功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感谢观看